大家好 周一长谈 再回来和大家讲一下BC省三条油管的问题 刚才我们讲了一条就是机场的油管 另外要和大家再讲的是Kinder Morgan 刚才我们讲机场的油管当然会经过民居 影响到大家关注 民居农地 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上来 由奥巴塔省通到Bernabee那条Kinder Morgan 影响到民居更厉害 因为Kinder Morgan 大家都知道 甚至我做新闻的时候 我们已经去拍过当时 那条油管穿了 于是那条油柱 人人都记得这个画面 但是当时最恐怖的事情 就是这条油柱在民居那里 射到别人的背景 然后很多年后院都被他们毁灭了 但是当时噴出来的都是油 不是必做民 是的 是油 是的 因为他们根本是 Chefron 在那个地方 是有一个重装 所以那条油柱在那条油管那里 但现在不是 现在就是说是很多很多倍的延伸 而且现在就去到一个情况 就是Bernabee的市政府 我们知道已经很反对这件事了 但是for good reason 因为这是一个行地安居 乐业的地方 尤其是我们华人也会知道 Bernabee 其实很多人都喜欢住在Bernabee 我们知道在上个星期 Bernabee的市政府 已经派了他们的律师 出了一个法律诉讼 这个法律诉讼就是说 Bernabee的山 Bernabee Mountain 其实原来曾几何时 就进行了一个referendum 就是一个全民投票 7成5的居民 在这个全民投票 就说 要将Bernabee Mountain 变成一个公园 他们就做了这个公园 而现在就说 Kinder Morgan 在他的配套里面 他就说 是联邦的National Energy Board 即是国家能源局 就是一个联邦的物体 能源局 Kinder Morgan说 是可以很有权威的 可以把所有市政府的法律 虽然可能是这样 但是现在的法律诉讼 就是因为这个 不是主义 是市政府 不是Bernabee 是一个全民公投 得回来的结果 就是要保持它 是一个公园 如果你要在那里 加添你的油管 那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Kinder Morgan 的配套 就说要Bernabee Mountain 做一个直升机的升降 这个平台 但是这个不是 人家的7成5 Bernabee的居民 在全民公投 说要做一个部分 这个是跟 人在上面 休闲 花时间 完全是相比例 反比例的 所以现在的诉讼 就是说 究竟能源局的权力 是否比人大 因为全民公投的结果 照市的律师知道 就是连市都不可以再变的 这个决定 所以变成就要看 我想真的要看法院 如何看 但是问题就是 Kinder Morgan 这条油管 一直都已经存在了 几十年 问题大家也会问 你存在了几十年 你不去重新做过的话 会不会油管的情况 越来越差 漏油的机会越大呢 但是他现在 就不是说去修补 他自己的旧油 他现在是 直接将它去扩展 但是扩展 那个覆盖范 范围就影响更加多的民居 虽然理论上 就是说 那条油管旧了 就要修理 这是解释 应该这个输油管公司 是他们平常已经有做 就不应该又会出现问题的情况 但是第二件事 就是说 当你要延伸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了更加多 因为当它以前那条 小一点的油管 和它现在的作用 是完全不同 而当时 我想它有那条油管起的时候 我们香港移民潮都未到 香港移民潮来之后 有台湾移民潮 接着有中国移民潮 然后印裔的移民也来 其实Bernabe是一个 很多元文化的社区 来的 照我所知 亦都有很大的苏联移民 居住在这里 所以现在 已有这么多的新移民 或者是本身的居民 发展了 有这么多的地产发展 当时连上 Skytrain也未有 所以你在现在 这么大的人民的发展上 要在这里建一条 我们知道是很危险的 一个油管 变成 根本上 好像有点点 比较野蛮 和强行来 因为我想每一个政府 政府就管这些大机构 如果政府的心里面 或者它在处理这些 这样的政策上面 不是用那个移民为本 那个原则去做 我想就会很危险 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 都出现这个情况 本来这个位置 就应该跳去说 另一条油管 但是这条油管 我觉得有两个问题 都还要说清楚 第一件事就是 我之前问 从前漏油的时候 是漏油 还是漏油 还是漏油 我亦想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漏油 是会大事很多的 第二件事就是 其实它抗带油管之外 除了流出海之外 就是漏油管之外 亦都会大大增加 所谓的放置 那些大的汽车 那些汽车 那些混油轮 就在我们这个 Stanning Park 那里不断地行 其实这两个因素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首先就是说 最容易解释的 就是说 那个游轮 那些是超级超级大游轮 即是说 大到几个篮球场 或者几个大泳池 不单止说 那个大游轮本身 已经大了很多倍 而数量也多了很多 你是说 起码乘10 由5个转到34 对 所以变成 数量和尺寸都大很多 那Barratt Inlet 就是说 如果去西温 烤山 我们最近也看到有银鱼 这些地方就是说 别人一般是休闲的 里面也有很丰富的海产资源 而且也有很多很昂贵 和很值得的物业 如果整天都在这 那么转 第一 我想西温那些人都搬走了 因为别人想着看景 原来整天看着油轮 这就是说 一方面一个level的考虑 而至于说 Bitumen那里 就是说 这些就是一些 潔潔潔的油 因为在油沙那里 所以那条油管 就像我们说的 Ambridge一样 就不会只是一条油管 因为Bitumen 是不容易在油管那里 冲它下来的 所以就要用一些解 就是将它 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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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薄的 所以当我们说 Ambridge的时候 我们就说 其实是Twin Pipe 因为它还要有一条 轻薄的 来跟着它 你说如果是Twin Pipe 那当然是很灵质的 有很多化学人物在那里 虽然你说 如果有个Bitumen 而Bitumen本身 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呢 因为它不容易分解 如果它一漏了 它黏住在那里 你真的会有时间 是的 因为我知道 Bitumen和你加上 那些锡的油 是一些很毒的东西 甚至有些 环境的专家说过 如果你真的在Balatine 一漏出来的时候 那个环境灾难 除了高度一带沿岸的居民 全部要疏散 不知道它在哪里之外 甚至是 因为它会沉到海底 以及在面上去 你会令到整个海岸线 由西亚图到阿拉斯加 海岸线 所有沿岸的海产 都是受到很沉重的污染 是的 我想我们可以想 如果我们的观众 是紧张 那个金包 经济 就可以去想像 如果我们这里出了事 我们一定会被 美国不同的州份 告到我们脱腹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分享 海岸线 这个就叫做 Pacific North West 我们影响到的 它们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它们的鱼获失收 一定会归我们的钱 这是其一 我们没有赔钱 赔回给人 但是如果我们的机构 是说是做 保护环境的工作 你说在环境的生态上 那些鱼在这儿游 它不是只在这儿游 它还要有生态环境 它在水里面 也要有食物才可以 如果这些 这样的Bitumen 因为我们这里的水质 是比较冷的 它不会像在Gulf of Mexico 可能会有一部分 会蒸发了 这些Bitumen 第一它就不会 因为它 沉底 它可能会变成一粒粒 那些鱼就会吃了落土 那我们就吃回那条鱼 结果我们就会生病 这就是一个循环 我想 所有人应该就是 华人是最明白的 就是说 循环那样东西 就是 你对一些东西不好 结果你自己就吃回 我说的就会这样发生 但是这个完全就是有科学根据 是的 这个其实就变成了 不单止是整个BC省西部的海产业 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乎是旅游业 你老实说 你在史丹利公园那里 漏一漏黑的时候 那你温哥说我怎么办 好了 那我们时间不多了 其实要说第三条油管 当然我们在民居建油管 大家就反对了 那现在另一条第三条 就是enbridge gateway 就是由亚省 在BC省的中间 打横过去到Kittiman 打横过去到Kittiman 那里没有人住的 就是天然的地方 为什么这条油管又反对呢 因为那条油管去到Kittiman 那里 Kittiman对开的海面 就叫Hackety Strait 其实以前已经是有很多的前朝政府 甚至是联邦自由党 都已经探讨过 当然我们是BC省 是West Coast 当然就是说 航运应该是最重要的 但是有两个原因 为什么就算以前的政府 最后就是说 当时是联邦自由党的 环境部长Anderson 其实他也不是得到 很多他自己党内的欢迎 但是他就一意孤行 他就很硬正 他就说这个要保护 因为他真的有去研究 他去知道究竟那个海是什么事 Hackety Strait 是一个很大浪的地方 他就好像一个船窝 但也都因为他这种 特别的现象 他海下面的漁获 是他们的各种这种各样 是很丰富的 是很丰富的 虽然曾经大卫领目 David Suzuki 上过一个电台 宗文电台节目 有解释过 就是说如果 如果我们很多日本人 和亚洲人 我们喜欢吃海鲜 我們一定要保護Hackety Strait 因為我們所喜歡吃的海產大部份都是由那裏開始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海產豐富 天然環境亦很漂亮 同時海是很大浪 所以如果油管去到Kety Man 出大游輪 那些大游輪捉潮的機會是會比其他海岸更高 而且那裏是很窄很多島 同時如果出事後就不能補救 因為基本上很多時候都說有得補救 我們會用多少錢去補救 這也是有待討論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有些公司就說 好像今天這樣說 太陽報就說他補救又怎樣 他買保險也不足夠 這個很好笑 千多萬保險 我只是店舖也有幾百萬 以前曾經說2006年 Tennessee 美國的田立西州出現雷同事件 結果出時間公司就會補救 他們最後就說6個月只是探討息 都未去補救 6個月已經用了幾億 所以你說如果去補救 你只有15個Million 那補什麼呢 那就是一口笑 但現在就說 那個天然的環境 不是說你用銀碼可以補救 因為根本上你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怎樣補救 現在又拿了Mama Poli出來做的例子 就是很多人現在說 其實Telling Spawn 就說那些骯髒的物質 就在礦場那裏扔下去 但是扔下去 原來根本上 沒有人懂得怎樣去清理 如果出事 原來他們在這裏做事 都說是打到來就吃 現在就暴露了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很難去相信 就說好像Haggedy Strait 這些那麼天然的地方 如果你出事的話 你怎樣補救 這個又是另一個話題 不過今天時間就不夠 因為你譬如像Mama Poli這件事 有這麼多污水流了河流 這些河流會影響我們的生態 但是另一方面 就是那些污水 其實本來是乾淨的水 因為它開礦變成污水 原本不出事就處在這裏 但是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大的問題 好了 今天時間就到這裏了 這個油管的問題 相信還有很久討論 因為在Alberta省他們的石油 就單是要出口 到美國的價錢賣得不好 所以就要運來BC省 希望可以去亞洲 但是經濟利益就在亞省上 但是對於BC省所面對的風險 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這個議題究竟如何去平衡 大家如何去想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新聞 看看這些事情的進展是怎樣 拜拜